大家好,歡迎來到《財經自由港》 今集繼續有我和Simon、李世民兩個 跟大家講講熱門的財經話題 這星期我們想跟大家講講移民和樓市的關係 因為香港的移民潮由2020年開始 當時英國批出BNO Visa 轉眼間都近四年了 本來我自己的想法是移民潮來到這個階段 都走得七七八八 相信本來想著留守的人 都應該會繼續留守 未必會再想移民 但剛剛最新見到英國內政部出了一條數 就是第一季申請BNO Visa的人數 突然間又大幅表現 第一季有超過一萬人申請BNO Visa 如果按季計算是增長了超過一倍 亦都去到一年來的新高 大家就會想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個時候還會多了人走呢 另外大家也會想到 移民贏數多了 和樓市之間的關係 又會發生什麼變化呢 因為大家都留意到 其實過去三四年 無論是去英國或者是去 美國、加拿大、澳洲的人 其實都多了 而同一時間 我們看到樓市 其實亦都是同一時間 是有一個深度的調整 到底當中關係是有多大呢 如果繼續有移民潮的話 香港的樓市是否都會繼續調整呢 那麼跟三文一起談談 其實我自己真的想著 覺得整個移民潮都差不多完 但是接下來我們又看到 剛剛第一季 是多了人來英國 自己身邊也有朋友 是這個時候來了 而似乎 他們這次來的準備 就比我們這批之前的人 是更加好 包括有更加長的時間 去處理自己的物業 那麼你覺得 接下來這個移民潮是否還是繼續呢 最初我想很多朋友 那個離開香港 剛剛選擇移民的 可能就比較急一點 尤其是可能2020 COVID那期 可能有很多朋友會覺得 因為真的環境不是那麼理想 都可以理解 但是其實那時候 全世界都是有一個轉變 我想現在會加了幾個因素 是跟我們過去的考慮不一樣的 雖然你說國安法通過了之後 大家都已經知道香港本體上變了真 但是COVID之後 一次衝擊 然後國安法又一次衝擊 再加上23條一次衝擊 我想社會政治環境 大家都很了解是發生什麼事 再加上我想經濟因素 一定程度上都有影響 我可以數一下幾個因素 第一就是 在強美元之下 你在香港賣了一層樓 走去英國 去加拿大 相對上你都已經是 有個匯水的因素 很多時候我們想著香港人走都是靠賣了一層樓 然後就可以在另外一個地方上到車 我想 或多或少這個經濟因素都有 雖然你說現在香港的樓價 尤其是二手樓是 有很多蝕樣的個案 但是蝕樣的人可能賣了香港層樓 但是算回匯水 在其他地方 仍然可以上得翻車 我想這件事情都有一定的影響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這些離開了的香港人 其實就真是有一個多長遠的打算 就是不回去的了 我想 開頭我們就想著要走的一早就走了 正如你剛才所說的 但是想不到去到2024年 無論是批出BNO visa的人數 或者是選擇在這個時間去Land的人數 都竟然是有一個增長 這個趨勢是很明顯的 剛才你說的 其實跟23條在2月的時候加快立法 我們都相信一定的關係 是加速了這一波的移民潮 大家看到其實政府對於國安的問題 仍然是高度重視 甚至完全是放在其他 包括經濟、其他問題之上 我相信這個是其中一個因素 現在看回所謂的BNO visa批出的人數 已經抵達英國 加上了 包括一些在英國本地申請的人 其實已經超過18萬人 這個數字其實真的不少 連同我們可以留意在過去幾年 以永久來講 拿取NPF的人 我自己計算過去年年底已經超過15萬了 這兩批數字大家留意是不會重複的 因為拿NPF的人就來不了英國用BNO visa 所以拿NPF走的人應該都是去美國、加拿大、澳洲 這一批人 你將兩個數字加起來 其實這幾年走了的人應該有接近40萬 絕對不是一個小的數字 而也都留意到就是今年第一季 就是來到英國的抵達的人 如果根據內政部的數字 是有超過30萬人 這個數字其實高於第一季 批出那個人數1萬宗 那你見到其實那個分別就是 應該是有一批人是之前申請了BNO visa 但是一直沒有動身 那現在似乎是見時機合適了 包括可能是已經處理了自己手頭的資產 賣了房子那樣東西 所以在這個時候就決定來到英國 所以才有第一季抵達人數 有近3萬人這個數字 另一個不可以忽略的因素 除了是政治環境 也是因為今年2月的時候 英國那個所謂IHS國民保健的費用 是急增了六成多 那這個可能也都不排除是一個誘因 是令到一些香港人 決定在加費之前 就是申請了BNO visa 我相信這個都有一定關係的 但是大家可以留意近40萬個人走了 說可能是十幾萬個家庭 那你講的可能就是近10萬宗的物業 要在香港拋售 那這裡可能你用四五百萬一層樓 很保守的計算 你可能講的都已經是四五千億的數字 那這個數其實對香港樓市來說 無疑都是一個挺大的股額 雖然你說有高財通 但是高財通 你講的 批了來到的都是說幾萬宗 五六萬宗 就彌補不了這個數字 那這個其實我相信都是這幾年 香港樓市一直那個供求關係 仍然失衡都是一個挺大的關鍵理由 其實現在選擇留在香港的朋友 我想有很多原因 但是有一段日子 我想很多人就想著先看定一些 或者是覺得我現在還拿著一層樓 未必能走得到 第三種人就是因為他現在在香港 仍然有一份不錯的收入 有一份工作 有一份不錯收入的工作的朋友 那我相信其實他們 都看到那個整體經濟環境 雖然你說就業是不是很快轉得差 那有些行業其實是 不是很受影響的 那我們見到可能你做醫生 做公務員 那這些可能就不太受影響 如果純粹只是看一條數 但是大家不要忽略兩個因素 如果你是做教師的 你是做社工的 在這些高壓的環境 可能你都會覺得自己那個就業 哪怕是出到份量 但是你不知道何時 會因為各種奇奇怪怪的原因 被人抽情 我想以前大家沒有想過 原來做這些工作都有政治風險 那裏可能又加了一班人 所以其實我想整體來說 一個地方留不留到人 和他自己的樓市 絕對是有很明顯的影響 我們要用香港和新加坡比較 你看看新加坡 雖然我們說整體經濟環境 新加坡未必是比香港好多 如果你純粹看它私人市場的樓市 而新加坡是要加拿去減少 它那個私人樓市的樓價的升幅 這一個是很明顯的 你看到兩個地方的差異 你說整體經濟環境 大家都計劃2.7%增長在今年的第一季 那為什麼是零零碩碩的樓市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差別呢 那我唯一的解釋 兩個解釋 應該說 一就是因為新加坡是用波子的 所以跟我們香港的情況不同 不是說因為套了眼 用美金走去其他地方買東西很爽 那第二個呢 就真的是那個工作上的氣氛的問題 你會不會因為政治因素 而令到你受到一些不白之怨 所以我想有時候很難去純粹分了 說這個移民潮是因為經濟因素或者政治因素 我覺得兩者都一定有一些 但是人口的流走呢 現在香港很大程度上 真的是因為這個政治因素 所以我想回之前 那幫人說23條過後我們聘經濟 你只想著聘經濟 你都要有相關的其他社會因素 可以配合得到才行 當你那些人本身都說選擇走的時候 你是很難繼續當沒事發生的 比較多朋友去英國、加拿大 甚至乎我觀察美國是否有新的人 其實我都看到哪怕美國 可能有些人擔心會衰退 有裁員的一些浪潮 但是仍然是有香港人 你說為數不多 但是趨勢不是一個逆轉的趨勢 不是說在這裡剛剛讀書畢業的香港人 算了,美國現在的經濟不好 我回香港 不是的,剛好相反的 我懂得談過的很多人都說 我無論如何都要想個方法留在這裡 哪怕是人工賺少一點 我不要緊 我是來這裡讀書 我的目的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這裡生活 所以我因為這樣的條件的限制 看到香港的情況 你只會是繼續有這個人才流失 人才流失之下 你樓市就一定是會慢慢轉向 就是買樓的人不會是這麼多 或者就算買回來 有些人是想收租的 那我們就計另一條數 就是香港的地產的租金回報 現在你在其他地方的租金回報 是相應利率的調整 其實租金回報是上升的 美國的租金很明顯 很多人都說過去兩年 是升了一個頗為明顯的一個幅度 那麼香港 我也有看回相對的數字 香港的租金升幅不是沒有 但是絕對追不上那個利率的上升 意味著什麼呢 就是真的整體的需求是減少 你才會有這個 租金不能追得上利率上升的情況 那麼這件事我覺得另外 就是大家在這個 究竟是不是香港繼續持有物業的 另一個真是非常重要的考慮 租金不一定要賣樓的 說真的 有很多人真的很有錢的 問題就是你持有這個資產 放在香港的時候 你就只是收可能百分之二 多少少的租金回報 我去到其他地方 雖然你說要交稅 或者有各種地方稅務也好 或者是有很多不是稅務 其他的持有物業資產的成本 問題就是香港的回報低 以前就希望他留價升而已 那個趨勢又不在的時候 那麼你是不是還會繼續持有 香港的物業呢 我覺得這個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剛才Simon提到23條後 政府說要全力拼經濟 但是他拼經濟到底拼了去哪裡呢 大家留意自從港版主任夏寶龍 提出了一個所謂無處不旅遊 你看特區政府是傾上下之力 全力去打造這個所謂城市經濟 也都將那些城市經濟的規模 由100宗今年已經加到200多宗 double了 但是大家其實留意旅遊業 其實佔香港的GDP多少呢 我自己統計一下其實2023年計 旅遊業佔香港GDP只有5.5% 你現在我不是說旅遊業不重要的 大家有些城市經濟在開心下 有活動其實都是好事 但是你整個政府傾全力去做 就是做一個城市經濟 那你其他的那些經濟活動 包括怎樣去應對西方國家 怎樣重新溝通連接 這些就全部好像放在一邊 只是見到夏寶龍下了一個勝旨 我就跟著做了 那就是完全不是一個有經濟效益 也都可能是一個資源錯配 說回到樓市 其實大家留意今年2月底 就財政院宣案全面撤賴 樓市的確出現過一個所謂小陽春 但是很快大家看到 由二手樓市場開始 已經是樓價開始成交開始減少 樓價也都開始回軟 剛剛最新上星期中元城市 先前指數 跌了四個星期 跌幅是超過2% 已經是將樓市的升幅在撤賴之後 全部蒸發了打回圓形 而樓價也都有高位計 仍然是跌了兩成四 近樓成半 就是那個撤賴的效應 都已經全數消失 大家留意 其實樓市的負面因素 未止那麼多 似乎最近大家看到 銀行界方面 其實是開始陸續收緊一些 所謂按揭的審批 包括是先全面撤銷了一些 所謂現金回贈 跟著對於一些舊樓 對於一些村屋的那個按揭審批 都是收緊得多麼重要 有些甚至乎是做不到按揭 這個似乎反映就是銀行 因為資金成本上漲 因為拆息又再回升 大家如果做定存就會發現 最近的定存利率又高了 今年年頭曾經回落了 現在有些銀行又做到五里幾六里 做定存當然開心 但是銀行的資金成本是上升 而對貸款人來說 這個是一個多大的負面因素 我們其實說回如果是真是有意義移民的人 我們自己身邊都有朋友 似乎過一段時間都是經常考慮 到底自己的房子是怎樣處置 剛才三文說如果很有錢的 當然兩邊都保持著房子就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如果作為香港人物業市場就是自己最重要的一個資產 如果是想移民或者已經移民 而資產都還在香港的時候 又應該怎樣部署呢 這個我相信是不少香港人想走的時候 都會面對一個很大的難題 我正如剛才所說的 希望大家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都不是出於純粹感性 或者是一種衝動 或者甚至乎是擔心買了一層樓買不回 因為如果你相信樓市上升 不只是香港的樓市上升 全世界的樓市都有它的周期 但是你將它拉長去到20年30年這樣看 澳洲、加拿大、美國 其實都是發現物業的價格升幅 是高於工資的上漲 那麼這些就很明顯的 當然不是說全世界都一定這樣 日本就不是這樣 德國也都不是這樣 就是你除非有些個別的地方 它有些很獨特的一些對樓市的措施 好像德國那樣 或者是好像日本那樣 就是因為一個宏觀經濟、銀行制度的問題 但是普遍來說 如果一個地方是好像加拿大、澳洲、美國 我想若干程度上是英國的個別地區 你看到地產的價格是升得快 比人工的收入 這個是第一個 我覺得大家要想長遠的一個考慮因素 就不要想著只是香港的樓市不斷升 你如果研究一下 其實你真的相信地產的 到處的地產都可以長遠升幅 第二就是你怎樣去計算 那一刻你做這個決定的時候要怎樣做呢 其實我覺得就是你用你的租金支出 還有你擁有一個物業的時候 你要交付的按揭的利息 各種費用 甚至乎你可能在若干程度上 都要想一下自己的居住需求 你將這三個因素加起來 你就會得出一個很明顯的決定 如果你不打算在短期會在香港生活 你在香港持有一個物業 你其實在賺一個低於市值回報的收入 但是你去到其他地方 我不當你是一個投資用途 你至少自己使用 那你的成本已經很容易計算 甚至乎有些香港朋友說 我還有多餘的錢 我想買過來收租 那你買來收租這個計算就更加明顯 當然你說在英國收租要交稅 有很多稅務的環境很不一樣 英國的情況我不能太具體仔細說 因為可能有其他人比我更加熟悉 至少在美國我可以說 我都有看過一些半新盤 可能叫做2015年之後才落成的 一些相對不是那麼大的單位 或者是那些townhouse 如果你將它的位置適合去做Airbnb 可能在機場附近 在一些近郊 我計算過那條數 其實都是能夠抵消了案件的供款 換言之就是你買來收租 至少你都可以打個和 那長遠樓價如果上升的 你的地區是對的 那這個就是一種投資 但是如果你看香港 你就要問一個問題 是不是真的長遠升值 會比世界各地更快 在這些當旺的樓市的地區呢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 你在中間那段日子 你因為那個租金收入是不合乎現實地低 那這個又是不是一個理智的選擇呢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客觀 大家純粹看數據去計算的 所以我想一個 剛才說的那個考慮方法 你基本上都完全不需要太多好情感上邊 覺得香港現在的社會是怎樣 當你加上那些因素 我覺得就更加是不需要作出很大的抉擇 數字告訴你應該做什麼 Simon 提到那個租金回報指標 的確是很好的參考指標 就是很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 我自己在英國 那就可以說一下 其實如果一個想走還沒走的人 他有層留在香港 那來英國的時候 兩邊是怎樣面對考慮因素 說什麼香港呢 其實柳家當然就剛才這麼說 就小榮春完結了 那到底是不是會繼續下跌呢 或者是會站穩呢 就似乎是幾看未來的供應 那之前我們都有分析過 接下來那個供應 今年新推出單位可能都計3萬貨 那這個很明顯是一個沉重的攻擊 那我留意到一組數字都挺有趣的 是說美聯統計了到底要開一層樓多久呢 才有錢賺那個時間呢 那它的結論就是 如果你持有年以來 你虧的機會是超過9成 那這個其實都反映到 現在的樓市的變化仍然是向下 如果你持有5至10年 你虧的機會仍然超過5成 怎樣才能賺到呢 就要真的持有層樓超過10年以上 那批人就有較大的贏面 可能有9成以上 是可以賺到一個賬面利益 那這個大家可以衡量自己的層樓 到底持有那個年期 也都是面對現在樓市的調整向下 那個部署是怎樣 是不是早買就有機會輸少些 或者可以賺多些呢 那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而來到英國 英國的樓市 其實去年是的確有少少的調整的 但是說的是幾個百分點 到今年就開始見到樓市逐步回運 不可以說向上很多 但是至少跌幅收窄了 而大家當然很留意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三明講的稅務問題 因為英國都有一個所謂資產增值稅 不過我看回資料 如果對一些新移民來說 其實它有譬如香港來英國 它賣樓有一個寬限期 說的是九個月的時間 那只要你來到英國 你在九個月內 仍然可以出售到你自己 香港的物業 其實都是不需要收這個資產增值稅 那這個就可能是大家考慮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因為英國的資產增值稅 它很視乎你那個稅務收入多少 那個稅率是一成八到兩成八之間 那如果你賣了一層樓賺了一千萬 你說兩成八就是很厲害 二百八十幾萬 那這個是一個資產增值稅 但是這個其實是針對一些投資物業的 如果是自住 我看回一些稅務的資料 它是一個變化因素 就是視乎你自己的房子住了多久了 那譬如如果你住一層樓 是在香港已經自住超過十年 那它可以打回一個折扣 說一千萬可能你十年 你只需要給二十幾萬的增值稅 那這個大家當然就要問回自己的稅務顧問 我們這個就是一個籠統的說法 那但是這個是一個考慮因素 當你要走的時候 二層樓又未賣得出 那到底你是先安排自己的生活 小朋友的上學時間 然後再善用 剛才說的九個月的時間去處置自己的房子 令到自己是避開了這個所謂資產增值稅 就是一個就是兩面的一個考慮的因素 英國的樓市是否會再繼續升或者回穩 這個當然很視乎經濟 大家知道英國現在正在來 又面對7月4日一個大選 那大選之後其實現在都幾多共識就是工黨會上場 而工黨上場之後它推行的一系列的所謂福利 其實都需要一些稅務的開支 那而稅務開支在哪裡呢 工黨已經說明 就不會向現在的英國市民加它的NI 就是國民保險費和加的稅率的了 那其實現在估計很大程度 它都是向一些新移民開刀 那BNO visa都是新移民的一種 那包括了剛才說的IHS會不會再上條 以至其他的稅率增值稅 是不是會有機會進一步向上呢 那這些其實大家都要做一個衡量 來決定到底如果走 而層樓還沒買的時候呢 是怎樣處置自己的資產 給多一個長遠去考慮資產配置的一個方向大家去思考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通脹之下就不要拿那麼多現金 拿回其他資產 拿股票是其中一個方法 大家見到這幾個月 其實通脹預期升溫在美國 其中一個少些人留意到 覺得是股市這麼硬的原因 我相信就是通脹預期升溫 大家持有非貨幣資產 原來地產都是一種選擇來的 因為你持有房地產有兩個好處 第一就是物業自己本身會隨著通脹上升 其實它的銀碼都會上升 第二就是很多人買樓一定是借錢的 當然完全不需要問銀行借錢買樓的人都有 但是問銀行借錢買樓呢 其實在通脹之下都是 甚至乎是一種不單止是對抗通脹 你差不多是在通脹之下被動地獲利的一個方法 所以不算你自己 不要當作一個個人考慮 你純粹是看一個市場整體行為 如果你看到長期的通脹預期升溫 樓和股票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有一定的價格上的上升壓力 我想這個因素 從現在我們看美國看英國 經歷了那次疫情之後 其實那個通脹預期是上升了 是跟我們說的08金融海嘯之後的十幾年 是非常之不同的一個景象 那如果你加上這個通脹預期升溫這個考慮 其實在很多地方我相信都可能會對那個地產 是會有一定的價格的上升壓力 你不要只是想著我們香港人自己會買樓才行 你還有其他人會買樓的 我只是計當地人是這樣 好了 另一個長遠因素我們少考慮 就是大家可能看看 現在如果你在英國、美國、加拿大也好 你看看你自己居住的那個社區 周遭附近有新移民的話 那就不單止是我們香港人 有些人說現在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少了 這個也是的 但是你還有很多印度人 那你不會忽略別人的那個經濟崛起 帶來的影響 所以其實在一些能夠吸納到新移民的地方 那你還要那些新移民 如果是因為他自己有能力追求更好的生活 這些人其實長遠就是對一個地方的地產 一個很大的推動力 所以我覺得這些就是目測經濟 你看看自己周遭多不多 從世界各地來的技術移民 我想甚至乎可能在英國 在歐洲地方 可能還有一些包括在烏克蘭來的人 那他們都有一些很厲害的 原件工程師 我都認識 那是不是會有這些這樣的 是社會的生力軍 是跟你都一起去競爭著那些未來的居所呢 那這個都是一種考慮來的 那你在香港 你見不見到 有一些真是這麼高質素 那麼大家對未來這麼有希望的一班新移民呢 我想這些是你通盤地去看 你就會很容易去做個決定 其實移民的問題不單單是關乎樓市 其實是整個經濟的人口結構 其實你過去這幾年 就是走了三四十萬人 其實衍生出來的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人口老化的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其實很多走的一批 可能是二三十歲中年中產 他們本身就是人口結構裏面 應該是最有生產力 就是願意生小朋友的一批人 我留意很多來到英國之後身邊有朋友 也都有一些看到網上所謂YouTuber KOL他們都來到英國都願意生小朋友 但是你香港那邊是怎樣的 你提到那個人口結構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而被忽略的問題 你說的有世界銀行那個報告 說的2041年60歲以上的人口 說的是三百一十幾萬 是佔人口總數四成 去到2050年香港會是全球人口最老化的地方 這個是聯合國的報告 不是一些網上或者我自己作出來的資料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 但是這個這麼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 我們特區政府有沒有去認真面對呢? 只是懂得搶一人才 又說然後派兩萬元叫你生小孩 但是其他的措施是沒有的 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他根本就不承認香港有移民問題 他從來都不願意去面對這個現實 結果那個人口那個失調 其實已經是去到一個都很斷崖的一個階段 就是那個香港出生率現在說的是0.7 和世界標準2.1 就是每位婦女生小朋友的數字 其實是有很大的差距 現在只是稍稍好過濫寒一點點 但是很快如果按聯合國的報告 香港都會是最差的一個地方 你一個這麼大的人口結構轉變的問題 政府完全沒有對策 甚至不願意承認這個問題 但是你接下來 你從那個報稅表看到 從那個勞動人口看到 其實都是斷崖下跌 你雖然說引入了所謂高財通 過去一年你批了六萬幾個來了香港 但是這些人到底有多願意投入香港這個社會呢 我留意最近有些報道都有提到 很多這些高財通來到香港 他們雖然說都賺取一些高薪 但是他們從事什麼職業呢 他們從事保險業 保險業的好處是什麼呢 他們在內地有廣大的人脈 可以介紹他們來香港買保險 而同時也可以在香港和內地兩邊走 那這個到底反映他們有多願意在香港 就是投入這個社區 甚至乎是買樓 安居樂業生小朋友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因為很多其實內地的 大家如果有看微博的小紅書 其實很多內地人是把這個所謂高財通告 就是它是六年護照 但是每兩年續簽一次 就當它是一個兩年的一個低成本的旅遊簽證 那兩年後到底是不是繼續 那就到時再算了 那你政府其實在這方面那個部署 是完全沒有解脫那個問題 這個可能其實長遠來說 比樓市來說 那個影響是更加可怕的 其實人口結構轉變最直接最即時 你看到的影響在香港就是教育界 香港其實近來大家都有留意新聞 就看到有些學校是需要縮班 甚至乎有些學校要殺校 久不久有些家長出來已經投訴 如果你說 當然你最好的學校 仍然可以繼續 通常這些就是在整個架構裡面 最邊緣的學校 慢慢就開始出現經營上面的困難 在這個這樣的環境之下 第一件事就是 在那些學校正在教書的老師 他可能又不是那麼容易找到工作 這個又變成了 我們一直以為是一個很穩定的職業 教書以前是 大家認為是 我如果做到教書 我就存夠首期就買樓 因為我不用怕 下一招我會失去工作 但是現在可能連這些鐵飯碗 都會遇到一個經濟環境帶來的轉變 它不是直接因為經濟差而失去工作 而是根本沒有那麼多學生 以前香港面對過類似的情況 那時候結果政府就推行小班教學 因為當時的政府有錢 美其明就說 我們提高教學質素 小班教學 那就加大款起 但現在這個政府沒有錢 所以就直接殺校 連講小班教學 或者再小班教學 我們都不想 我們直接是不要一個institution 整個學校不要 你看到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不到它不承認 人口結構出現了問題 不到它不承認 我們的財政結構出現問題 這些是很容易見到一業之秋 那麼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政府可以做的 反而就是一種更加短視的策略 就是什麼呢? 逼地產商多買些地 它等才花 地產商買了些地 一定是要蓋房子 要來買 一手樓供應 又是二手樓市場的一個競爭 其實過去幾個月你看到 一手樓減價 對二手樓市場的影響是很明顯的 尤其是那些新造起的那些樓 那麼這些因素都加在一起 究竟你政府 這麼多因素 這麼多東西要處理 但是歸根結底最重要的問題 特區政府又不能夠向北京說不 那麼你告訴我 可以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我不是說要唱衰香港 只不過是當你為香港斷政的時候 你陳列出的各種這些問題 其實你很容易最終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因為這個政府不能夠 因應自己面對眼前的問題 而去作出一些必須要做的決定 反而是反過來 你只能夠盲從附和北京指派下來的任務 包括你要振興經濟解決社會問題 但是你都不可能用自己的思想 用我們自己的實際環境去推考 你竟然走了去搞無處不旅遊 其實香港現在當然旅遊業是一個問題 但是你都要問一個很現實客觀的一個考慮 就是我花了這麼多錢去推動所謂的城市 究竟對旅遊業有沒有幫助 對旅遊業有幫助 對香港整體有沒有幫助 你加上這些因素 然後人們說不是 那邊的樓價已經下跌了 教師沒有公開了 那你是否哪些問題是更加嚴重 更加直接 不需要真是很有見地的人都能夠說得出 這個政府在做的事 全部不是對證下洋 Simon說得很對 一個病人當自己病情都不願意面對的時候 又如何去斷證呢? 今集我們由移民、人口結構、樓市 都說了不少發酬 不過最後帶回頭盔了 如果真的大家有資產要處置 如何去面對賣樓不賣樓 如何處置稅務問題 都是要找回自己的稅務專家去做 參考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謝謝Simon 我們下星期再會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